猴豆已经在全球超过15个国家传出疫情 尽管目前大马还没有任何猴豆的确诊病例 不过昨天社交媒体就流传了一张来源不明的贴文 那照片当中有一名不知名的小朋友 他手上呢是长满了豆子 而贴文中更是声称大马境内已经开始流传猴豆 并指责卫生部要等到有100宗的确诊之后 才会对外公布确诊数据 那面对这项传言 卫生部事后发文告严厉驳斥了这则贴文是假消息 文告中强调 卫生部旗下的医疗机构 至今都还没有接收到任何感染猴豆的患者 那如果照片属实 相关父母应该要马上带孩子到邻近的政府医疗机构 去接受检查和治疗 因此卫生部也促起民众 在健康课题上不要散播还没有获得证实的假消息 而科医部长阿罕巴巴 今天暂代卫生部长出席活动时 也证实我国还没有出现猴豆病例 猴豆病例已经杀到大马了吗 科医部长阿罕巴巴今天出席活动后 在记者会上反驳这项传言 他说我国目前还没有出现猴豆病例 但不管怎么样民众必须继续采取防范措施 避免猴豆病毒有机会在我国蔓延 当被问到猴豆疫苗的研发时 阿罕巴巴指出 目前只有丹麦一家公司有能力生产猴豆疫苗 如果我国有完善的研发疫苗计划 他相信我国也有能力去制造其他传染病的疫苗 阿罕巴巴指出